台灣中華民國是一個民主社會 你當然可以熱情的投入你想選擇的對象 支持者是誰也都可以 而全民對熱情的政治的熱情 也即將反映在投票選舉的舉動上了 有人潮當然會帶來商機 因此現在各大連鎖超市 超商紛紛推出了優惠 同時也增加就在投開票所周遭門市 要提高一到兩成的備貨量 甚至業者是非常樂觀的評估 這次選舉可能在當地還有業績 多了一到兩成的成長 而就連在雙北市人數最多的投開票所 板橋事後里附近的餐飲店業者 那麼牛肉麵店老闆也順勢了 宣布明天投票日 他們要提早開門做生意 香爐牛建粉的肉質還保有肉汁 搭配Q彈豬頭皮 再淋上香油撒滿蔥花體香 在地人聞香而來 板橋這家老字號牛肉麵店 臨近新北市人數最多的投開票所 平時就有不少老顧客上門 預計投票日當天 還會帶動一波業績 業者決定提早開門迎客 來到投開票所附近的超商 店員忙著補貨拉台麵整理國家 攤開大台北數據 新北市以板橋設購里編號1189投開票所 有5235名可投票人最多 中和外南里蘆州人議里人數也很可觀 台北市則以內湖湖心里802投開票所 選舉人數2804人位居第一 看準投票日好天氣 連鎖超市也提高備貨量 搭配商品優惠刺激選民投完票來消費 我們推出了一系列的商品優惠包含了冰品跟銀品 那我們的備貨量呢也提升一到兩成 也預計的業績會帶來一到兩成的成長 返商投票人潮帶動商機 投票所周遭店家全力備戰迎接買氣 這有主持人黃志杰新北台北參謀道 Customismo 館 黃志杜 播東 磁